美国特使博斯沃斯表示 他与平壤官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 并且就恢复停滞的国际核谈判达成共识 博斯沃斯对北韩三天的访问 是自奥巴马一月份就职以来 美国官员第一次访问北韩 博斯沃斯此行的目的是让北韩返回六方会谈 博斯沃斯星期四抵达韩国的一个美军基地 在韩国 博斯沃斯将与韩国核问题特使魏胜洛 以及外务部长官刘明桓会晤 目前还不清楚博斯沃斯会晤了哪些北韩官员 预计他是与第一副外长江西柱会面 也可能会晤了金正日